疫情之后国境开放 花莲中区也迎来了新旅宿经营团队 球球森旅 位在星光照封火车站西侧占地2万坪 幸运期间共有8时间的房 以心灵度假为主要的诉求 希望让游客来到花莲中区多一处新选择 在疫情期间 Home Hotel 执行团队来到花莲 看到眼前的空间 认为游客应该要有一个休闲度假的感觉 也因此希望借由台北的经验 跨足到休闲旅游的新品牌 在疫情期间 我们就是有这个机会来看这个点 然后最后决定在这边做休闲旅游这件事情 那秋秋其实我们是台北的Home Hotel 这个团队来做筹备 那我们也是第一次跨足休闲旅游的这块市场 秋秋生旅公关经理指出 由于环境坐落在两三之间 望着远处的三轮变化 更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心灵度假的感觉 秋秋生旅的名字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位置是坐落在 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之间的一个平原草原这样 那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听起来似乎是非常遥远的 那我们希望不要让旅人觉得山脉是很远的 所以我们用秋这个字来取名 秋秋生旅是两座大山丘之间 让大家觉得是很近山的 这里曾经吸引许多游客住足 这地点就是以往的兆丰住宿区 而目前新的主人在111年10月重新打造 八十间的住宿空间 分为小岛住宿 以新留全包式旅程房 目前正在市营运期间 也希望花莲乡亲能够来到秋秋生旅 感受新的体验 记者林杰 我是凤林郑采访报导